各位早上,歡迎收看這一節的即市攻略 我是林志棠 這個環節就是Stanley 和我們KiaSanley好 今晚都提提大家 如果有任何股票上的問題 可以打你204656 問我們專家意見 又或者出問題電郵 去到AASKFBSchannel.com 或者WhatsApp到91571428 給我們 Facebook上面都是做直播 大家可以幫到Like和Share影片 有問題留下留言 會盡快解答大家 先和大家網網講最新走勢 過市暫時來說 跌幅收集回跌 跌91點,24440點 國企指數跌31點 最新增1萬032點 大市成交555億 Stanley,今天的過市 早段騰訊拉下來 跌成200多點 沒錯 但修復失地 見到A股也修復失地 本身早段也要跌超過1% 但現在已經跌幅了 騰訊也彈了一點 不過現在又再跌 去回507元 剛才又上回510元 過市 現在美國又制裁香港的官員 中美的關係 似乎短期內 都不會有什麼好轉 難 市怎麼搞呢 怎麼搞啊 繼續向下網 那你好像 當然今天就有趣 你見騰訊的股價 都再跌下去 不過同一時間 你見銀魚 然後你見到 1928 中移動這些 要撐著市 搞到大市的跌幅好像不太多 但是 都這樣計算 因為你始終有個市 我們說 之前都說 你要嘗試一些比較好的表現 那你 騰訊這堆股份 你又不可以 不升它 沒錯 那你騰訊現在的股價很明顯 就面對著比較多的暗勇 我想不說是它 你說好像 今天都是一些手機設備股 都堆下去 就是說如果這批股份 都升不起的時間 在程度上 你的市 即使你說 你又不大跌也好 你要升又很難 所以這個現象 又變成24000 25000 這位置 當然 騰訊的業績 都有些 有些幫助 這是一個大啟示 大問題就是 就是說這個業績出來的狀況是怎樣也好 之後的分析員會議 反而大家會更加關注 因為一定會有很多 我也相信一定會有很多 就是關於現在的經營 未來的發展的大方向 這些問題都會問他 會不會趕到制裁 你猜 我想會有人問他 究竟現在面對著現在的情況 公司的發展的大方向 那些部署 怎麼做 一定會問這件事 看公司怎麼回應 當然 可能他說我沒有什麼 都是這樣做 就不出奇 但是始終現在面對著當前的形勢 大家 對於騰訊的看法就沒有 一定是 變得比較有些解心 甚至我當你現在 你說可能 都當他沒有什麼 但也有一個現實的問題 給你之前 可能你說低於有課 現在這一位 你會不會去賺錢 一定會去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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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想到我之前 可能你說二、三百元買的 你現在 這樣的情況之下 怎麼不走 剛才那樣一定會走貨 所以變成現在 股價這一陣子 都一定是弱勢 難搞一些 看了騰訊的圖 之前我有說 有三個頂 在五百六十四元的位置 其實如果今次 再加上有這些負面消息 要調整的話 會去到什麼位置 才會比較好一點 這個圖 這個圖很特別 是啊 不是 如果你拉近一點 拉近一點 你這樣看的話 你上面的頂 五百六十四元左右 就是這個頂 你下面 如果以一個長方形的形態去看的話 大概是五百十元左右 這位置 你這樣計算 大概是一個 長方形的形態 大概是五十元左右的區間 你五百十元 你真的要下去調整的時間 按道理 你就可以回到四百六十元這位置 這裏代做區間 這裏就回到去 差不多 所以你為什麼 剛才阿奴都說 四百六十元這位置 有機會調到去 你這樣看 但你說是不是 因為現在的 變化都可以很快 是不是 現在這些消息 大家要不斷看著 消息看 都是要 所以你現在 好了 再逐步再看 但騰訊的走勢 真的沒有反應 弱了很多 都叫做高風險 現在 上個星期 錯過五百元以下 是 星期五那一下 那一下 那一下是突如其來的 那一下 我想大家看著它 有一個感覺 即是 你有多麼快 都好 你賣不及那一下 就是穿五百元那一下 全部是之前排定的 如果不是的話 你穿八百元那一下 其實你不能進貨 如果是 第一 你建不建議大家 在業績之前再拼拼 第二 就是在什麼位置 買比較好 當然 像我剛才說的 短期一些美國的中概 是否先斬了 有錢賺 其實是叫做 take profit 是 我覺得 避一避 有好少少的 坦白說 但你說是否 越一定要避呢 甚至你說 花點錢行不行呢 你都會有好多人看 如果那間公司的業務 那個性質 如果真的 你說不是 我先說公司的基本面 它不是跟外面接觸很多 其實是沒有什麼 你見到美團那些 為什麼還可以升 這個意思 因為那些錢很明顯 就是說 當你是要低一些科技的資金 你現在可能買 騰訊 買阿里巴巴這些 你真的會怕 可能有影響 買美團 美團完全沒有影響 所以如果你選一些公司 例如你中概股那些 如果你假設你是做一些 國內生意的話 又不怕 反而你說拿中概股 現在怕什麼因素 反而就是說 我講的是美國上市那些 反而就是說 假設美國真的 可能行這些規定 可能加權利監本 即是一些財務上的監本的話 反而那裡就真的會有影響 所以變成那些 我相信 你會有一波 那些公司會 那些公司就回到上市 這些公司的情況 所以要這樣算的話 反而你擔心 第一 你看看一家公司本身的業務 是多不多 叫做國際那邊的 如果你說不多 純粹做內地的話 又真的不用 這一回合 不用太多擔心 但是怎樣都好 你說現在 稍為避一避 我會覺得好一點 講完就是9923 CAM CAM都問 為什麼升那麼多 你現在今天再升大百分之百 不過股股當中 都算不受影響 但是我可以解釋 這些真是 只是炒 如果CAM CAM有沒有貨 可以分享一下 沒有貨的話 沒有貨真的都不知道 已經升了很多棍 之前不是說突破的 是啊 現在的股票是說 你這樣上去是升極正門 你強勢的時候就會狂升 其實你現在升那麼多 值不值得 甚至乎 應該這樣升的話 突破不了 因為其實這些股份都破到七彩 所以你想想 你真是不知道這些怎麼賣 你賣又不是 不買又不是 但是有貨就沒有貨就算了 嗯嗯嗯 好啊 另外也要講一些手機設備股 剛才Sandy都講了 現在有些分析就是擔心 如果美國這樣針對中資風機股 未來就是WeChat 要在Apple Store下架 因為Apple都是一些美國公司 如果你真的制裁的話 這些都無可避免 如果是這樣的話 大陸很多人用iPhone 但是你沒有微信的話 他們好像沒有一隻手 沒有避錢就成 用又 即是怎麼說 你說不可以用 就是你會因為微信而不用iPhone 那怎樣轉呢 這個事情你沒得估計 就是等於當時 就是之前的時間 你見到中美關係 你說可能比較差 都不是現在這一刻 其實你上年的時間 當你 不像戰那段時間 其實那個氣氛都是差的 嗯 但是你見到蘋果的銷售 有沒有影響呢 又沒有什麼 所以你說 那時候沒有一些實際的影響 對用家 是大陸的用家 如果你真的沒有了微信 那一刻你說 就是叫做 你說內地方面 可能真的說 禁不給用蘋果的 那我覺得 這一點有影響 不是大陸不給用蘋果 是蘋果不launch這個微信App 沒有東西的 不是啊 你不launch微信App 其實 你去到美國公司 現在是美國 現在你是WeChat 就是微信 WeChat就是微信 WeChat就是微信 就算是同一個Logic 如果總之是一些中國的東西 蘋果都不會出一些App 其實對大陸人來說 我用沒有iPhone 即是沒有用 我沒有所用 我支付你 我支付不夠 其實很多人都用兩部電話 我又不覺得會很大影響 還有有時候的東西又沒有 因為講習不習慣 可能蘋果沒有了這件事 但你有其他的支付 其他工 其他東西 你都會適應 但在中國是最發展的 是 所以你是兩部電話 一部拿來支付 一部拿來玩 不出奇 真的不出奇 我覺得這個情況又不出奇 但你說 會去到這麼極端的 真是不讓你這樣用 我真的覺得 真是 真是不肯定 我覺得是very likely 會這樣 即是如果他真的要這樣 針對一些中國企業 微信 根據最近香港官員的制裁 連任何交易都不讓他們做 那你微信 你主要是做這件事 好 現在說 有泡沫 現在 我這樣看 有沒有泡沫的東西 其實都是那個 你之後才會知道 但你說現在有沒有泡沫 我覺得是 我會覺得 你說有就行 你又沒有就行 有的意思就是 因為你本身有很多的股份 其實真的在過去這一陣子的時間 彈得很厲害 但是你說 那個股值是這麼高 是不是很害怕呢 其實沒有 因為始終你記住 股價的東西是人炒出來的 還有為什麼會這樣炒 大家對於他有憧憬 但有憧憬過度 你說是否才會 是過分地憧憬了 可能你覺得他 就像當年你說 2000年那段時間 2000年那個科網熱潮的時候 很多東西是沒有盈利基礎的 那你有什麼去炭炒 就要出現這個現象 但是你說現在好像 就是現在這個情況 很多公司的盈利 其實那個增長你見是厲害的 那厲害的時間 你說那個股值上還沒有可以去到這麼高 但是當然你說 是不是真的要是 怎麼說 是不是全部 我覺得不會一籠統說 全部公司都是泡沫 我覺得有些公司是值得這麼厲害的 因為它的科技的地位 是你退代不了的 但是你說 有部分來計 好像現在那些 我覺得其實 就是香港這邊 有些公司 我覺得真的有些機會是泡沫化的 但是你說 究竟是否泡沫化 等於它會不行呢 你的股價都是狂升的 很多時候就是泡沫化 等它爆了之後 你才會知道 所以我只可以說 現在 如果這次是美國的科技公司的話 我又不是太擔心的 但是你說有沒有機會有些調整呢 因為有些分析 都不是我講的 這件事 美國的分析文章 有一個其實之前的時間 有一個叫做一些分析員 他是提媒股中 他看中了 看中了就是 3月底的時間 那時候 美國不是跌到很厲害的 那一下反彈的話 其實那個印是看得對的 他說那一下是市會反彈 但是他現在都說 其實那個美股 有一點而言 是估值比較高 他覺得短期的時間 可能美國都有5至1成的調整 5%至1成的調整會出現 所以你說 美股有沒有機會 有些調整短期的時間 我也覺得是有的 但是你說 是否等於那些泡沫會爆呢 那美股 我覺得那些科技股 真的有些賣點 所以那些我反而沒有擔心 反而那些跌下去的話 真的不怕買回來 反而香港這邊 有些真的炒到暖沙龍 那些我覺得是要小心一點 Ronald 說了自己的倉 就是現在只是拿著 美股 想買一隻拼多多 和Amazon等等 是不是一個好的策略呢 那就找威賣 但是不是 我覺得這個中概 好像你的BidiBidi 和這個PDD 這些 等它再定一些 不過你PDD 本身都是內地的 就是內地的業務多 其實你說 其實阿里呢 就是民森 阿里本身 你現在唯一是怕什麼呢 是怕東南亞那邊 它有影響的 因為阿里呢 其實東南亞那邊 它做得厲害的 就是那個業務的發展 其實都不差的 所以我是 如果你問我 就是阿里巴巴 怕是怕這一點 那Cloud那邊 我覺得它都是多內地的 當然東南亞那邊 都是比較多一些 但是現在 變成都是要逐步去看的 好啊 不如先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陳先生在電話旁邊的 陳先生你好 你好 陳先生你好 陳先生你好 是 我想問一下 3918這隻股 我沒有貨的 那我就了解它 那這隻 如果中場算 什麼價位 可以入得過呢 這樣 好啊 好啊 今屆做柬埔寨的賭場 升了2% 今天那些賭股 澳門那些 升得很誇張的 就是博通關 今屆是否因為 同一個概念 同一個板塊 都是一些賭業股 所以今天都有一隻彈 但是彈的幅度不多 看幅圖呢 今屆有些肉酸的 是 買不買 都挺肉酸的 今屆是 好笑話 整條下降鬼 是呀 頂住頂住 十天線都上不回 還有它業績表現又好像 不過它又不算差 這一隻 不過陳生一陣子 我就比較少留意它的消息 但是如果這日 以公司之前的業務去看的話 第一問題又沒有帶 不過我覺得懷疑是怎樣 因為公司本身去那個叫 拉加3 即今屆第三期 我不知道它現在進度如何 因為其實它本身 在某程度上 它的賭場已經是 恢復回營運 但是我不知道 因為它本身 也是之前的時間 今屆第三期 那個投資金額其實不小 大家都有些關注 就是它那個 資金務集那裏 有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這件事 我想我想 我都要再一些小時間 去看看 但是你說 以它那個股價表現去看 說真的 純粹那個走勢圖 是差的 還有如果這樣計的時間 我會建議 等它的價 可能8元這位置 跌定了 站得穩 再想一遍 好 多謝陳生電話 先聽各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趙生 在電話旁邊的 趙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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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問哪隻股票 趙生 我想問那個1936的股票 是 有沒有貨 本身 現在就是有貨 幾錢買呢 本身是有貨的 幾錢買呢 那時候是 6元左右 買的 OK 好 問到處 好嗎 好 1936 我沒有什麼見過 Return mix 是啊 現在好像做一些 一些 家居設計 我忘記了 是否做這些 但趙生 更加要透露一下 為何當日你會買這些股票 那時候 其實是 在那個 群組裡 有人介紹買這些股票 有這些 慘了 明白 不要緊 既然買了貨 某程度上 因為 我想先說一些看法 公司做什麼 現在都剛剛 你說完之後 我再上去看 他原來做一些 我剛剛記錯了 他說做一些 在馬來西亞那邊 做一些 動物的治療的添加劑 他最主要的業務 是做了這一款 是 敏心 不熟悉這款 是什麼 對於我來說 這款比較 都是一些 比較特別 新鮮的東西 他做的事情 在牧場上 有些 我都懂得給的 例如 安基酸 有些 我們本來上市的公司 都做類似這些 好像有間 叫做浮風 都有做類似這些 不過他又不是給 這個叫做 是動物吃的 是給人吃的 但是 你以後 公司 我對他沒有什麼研究 所以 敏心說 股價為什麼之前的時間 可以升得那麼厲害 不清楚 不過 就這樣看他業績局的表現 那些業務的狀況 其實他的表現 就一般般 我不覺得他有什麼 特別的 因素 令他價錢 就是之前的時間 升得那麼誇張 所以你說現在 有貨 怎樣部署發行 其實因為 你叫股價這樣 急跌下去 一定是可能被人 斬倉 或者被人減遲 之後 價錢掉下去 都彈不上來 你看他現在 過百度 這位置 就是上落落 所以 我不知道你買得多不多 但是問題 就是說第一 他的價錢跌得那麼急 之後 要大幅上去 是難的 因為你記住 他的股價六元跌下去 大概一元這位置 當你的碟大概八成了 由一個多大幅上去六元這位置 大概是兩三倍計 所以你要回家鄉 有些難度 業務上的法律 剛剛提到 其實都沒有太大的特別 所以你現在可以做的話 就是先拿著他 都是先拿著他 因為我覺得 你現在這位置跌下去的話 我想你都不會 抓很遠 看看有沒有機會拿著他 如果有機會回家 大概兩元的樓上 可以分架段 減一減房 還有就是阿趙先生 記住 下次任何這些 叫做群組 群組很嚴重 真的不要相信 說一句 我明白的 有些事情 很多可能來網上也好 甚至乎一些非壽油 就說自己多厲害多厲害 賺多少那些 是呀 那些其實覺得 不要信太多 就算你買多好 只而少住 這些真是我不建議這樣做 還有你建議 大價股那些 你跟下就無妨 因為大價股不會輸死你 因為那些跌的有個普通 但這些好像不知名 比較常識利值 這些 就是你叫股價 很多上來的那些 千萬不要跟 那些真是很危險 希望你下次 或者你下次 你再有些想法的時間 你打上來問 我們會比較好些 嗯 好啊 真是小心點 一些群組的經驗 沒錯 要控制駐馬 即是如果你少的 都算了 如果是多 真是很慘 真的沒有這樣 是啊 多謝趙先生的電話 先聽到葉小姐的電話 葉小姐你好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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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18.76就有貨 我想轉炒 我見到今早去到18.98 它又回頭 我想問我短線 它會上到什麼位 我去到什麼價位就要走 明白了 這次就比較簡單回答你 因為你問我的話 如果你有貨先拿著它 我覺得在中信證券這些 短期又真是不擔心 因為最主要就是第一 你見到內地的市場的氣氛 即是股市方面不太差 第二就是某程度上 有些騙救的這些消息 對於中信證券是有利的 而第三就是本身 因為你看回內地的 我們今年來講 其實很多內地公司都被上市 中信證券都應該立了 不少一些保證的工作 所以按道理 它應該有一個業務發展 它不頑皮 所以你說有貨 現在都可以安心你先拿著貨 不過你真的很擔心的話 你不可能移回去 這一輪的時間 那個叫做支持位 它是17.5左右的指示位先 那你不穿進去的話 就不需要太過理去 如果你要看上網的話 那暫時如果可能移回 大概是20元左右 做目標價先 好啊 多謝了葉小姐的電話 不需要太擔心 李小姐的電話 李小姐你好 你好 李小姐你好 你好 你講呢 給一滴電子 是嗎 你本身有貨嗎 有啊 新機不想放 不知為何派對未派到買出來 今天跌到8個點 你多少錢買 有沒有錢賺 沒有錢賺 哦 之前高追的 明白 好像31個多買 OK 是吧 不要緊 現在的貨幣現在都不是 跌很多 比你買入價都是跌回 大概是3% 都沒有 很少了 真的不是很多 但是因為它的走勢 我想先走勢 這一陣子轉差了 而且現在 你看它今天那一下 跌下去 都跌得很急 所以 我想短期的時間 就是為了安全起見 因為我看到 李小姐 可能你 可能你 我感覺到 可能你買股票的年資 未必太久 所以你見它跌下去 那一下 心裡有些 不是很舒服 所以我建議你 暫時 暫時 大概是29元左右 在各自市位置 如果再跌下去 你穿29元的話 你考慮一下 可能減股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 比一下電子有些什麼 就是賣點 這一隻都挺有趣的 你問我自己 對於它那個 看法 但是它一直都不太好 但是因為 我聽到我的同事 安勞她都說 這間公司為何可以升這麼多 在某程度上 可能公司現在賣口罩 就是它做它的製造口罩 而且它的量很大 所以這個可以說 公司 我相信 為何它的股價 炒得這麼厲害的原因之一 但是現在暫時 可能剛剛提及到 它不穿29元的話 你先拿著貨 而且記住 買股票真的有升有跌 而且最好平常 甚至不要讓它的股價 讓它自己有些不開心的 所以它現在不穿29元的話 你考慮一下拿著它 先 有刊唱好 和上個星期說 買口罩買得好 很多 再聽陳小姐的電話 陳小姐你好 陳小姐早安你好 好啊 想問哪個股份 我呢 有中心 有這個 有幾多的 我選差一點的 好 好 你覺得的了 海浦稅 是 海浦稅 還有這個 2048 哦 是的 那我這個 中心呢 就 三十幾元一 是 三十一個多日 是的 現在怎樣呢 是拿著它還是轉股呢 明白 其他呢 海浦稅那些呢 海浦稅呢 就是七個六 現在剛剛 就是七個六號八 是拿著它還是放呢 明白 明白 還有一個開拓 九九三九 我就十六個半日 哦 好啊 阿里巴巴那些 有它 我們先問這麼多 時間 節目時間有限 981 三十元入 九八就錯了 跌六個百分 二十七九九五 怎麽搞 怎麽搞 我想中心的情況 比較特別的 如果你本身 這位 陳小姐 如果你本身 你說你 都不介意先拿著貨 可能都覺得 都不要緊 都可以搜一搜 我都會覺得 你可以考慮一下 先拿著貨 為什麽呢 如果你問我的價值 即是價位 這些是否可以 我覺得一半 我不覺得它 吸引力現在 是可以的 但問題是 如果你以它的衷景去看 就比較大些 大家也知道 現在內地方面 經常說 都是炒作些 可能自家的芯片 特別是現在 中美關係之下 我也覺得它那個 即是 那麽論它究竟 那些技術 可以不可以 但是至少 現在的氣氛上 對它的幫助 還是比較大的 所以如果你有貨 現在考慮一下 先拿著它 我覺得又不妨 可以想一想 即是 它的價格 你預算它比較暢的 其實你買得也預算它比較暢 但現在這一位 你先拿著它 我會覺得 都可以想一想 即是不用太多擔心 擔心著這樣 好 但最後另外一隻 那些海浦水 海浦水和開拓 這隻真的 湯沽滑幻 這隻真是 你叫它上個星期 的時間都曾經爆了一層上去 但就去一些 比較高的水平 很快 又好像模擬為計 那樣 所以這隻反應 我建議回來 如果如果你是短期的時間 以甘、莫低的位 大概 17.2個人 做一個指示位 如果再穿下去的話 以下你就會指示 這隻行不行呢 都是做一些藥 抗進口那些 都是一些跟生物科技相關的東西 我看法是比較中性一點 但是你說這隻就剛剛提升到 不穿17.2的話 都是拿著它 嗯 開拓呢 開拓十六個半有 開拓是九三九 十五個時候六現在 一向都是 不過我覺得陳小姐 其實你下次 因為我猜你這些可能都是 IPO抽回來 或者真的IPO之後追貨 那記住一件事 下次如果你買這些股份 因為我見你都有拿了兩隻 譬如開拓 拿著這個 都是一些藥 藥相關的股份 那我覺得你策略上的話 不如下次考慮一下 那你買下一個的時間 COO了之前那些 還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如果你拿得太多這些股份的話 如果板塊一旦轉差的話 你就真的會 可能會影響到你的回報 那件事 但是這一隻 說真的你見它走光 有得差差地 都是比較頑皮的 而且一旦都搭不起 所以這一隻 暫時來說 應該是15元的股市虧位 好啊 Ronald還有一條問題 不如我們留下 下午先回答 如果中概股在美國要退市的話 哪些最受影響 不如下午Stanley再回答你 下午再回答你 應該是一個很長的故事 好啊 這個環節到這裏 先和Stanley修補 剛才提及過股份 你有沒有持有 拍四年應該有阿里巴巴 中概股 阿算有什麼 Amazon Amazon 好啊 稍後回來 Ronald可以繼續留意著我們的節目 下午1點半到2點 繼續有Stanley在 大家繼續留意著 現在市場跌至71點 最新增24457點 這個環節到這裏 稍後回來再和大家見面 好 好 謝謝 謝謝